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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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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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在研究这个X吗 这个X 感兴趣 你可以把你的名字写一下 喂 能听到吗 能行 我可以 我说你可以签下到 其他人也可以签下到 我不太清楚 在哪里签到 你打开那个文档 你看到我这个屏幕了 这个屏幕是不是有一个文档吗 哦 了解 了解 然后冬会的话 最近翻就是在那个GX那个中国站上就做了一些贡献 OK 那就咱们就接着 按着这个会议程来来来做 那个时间军也好像介绍过了 然后 我微博的话 现在起了一个pr 咱们可以看一下 微博这个现在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个GX现在加入cdf 所以授权的话可能要让cdf来授权 关于运营的事情 但cdf现在还没有完全的运转起来 所以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 现在有一些委员会什么的还没有完成成立 所以还要等一段时间 但咱们可以看这个写的大概的一个这个东西 嗯 那这个是谁写的啊 周杨是吧 你那边方便吗 方便 那你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好 然后我这边主要是根据我个人那个 就是我的一些想法考虑的 就是首先是类似这个微信名号 就是需要有运营的人 然后咱们可以就是选 就是对这个运营者 这种选举 可以就是通过 你这边 声音有点小 你这边方便 靠得近一点 或者声音有点 就是运营者选举的形式 可以就是类似微信公众号 就是通过志愿者 就是认领多多一段时间 比如说一个月或者两个月这样的 或者是长期的形式 这个是需要跟大家讨论的 还有一个就是 微博发布的内容 因为它可能不像公众号那样 就是太正式 因为一个公众号发一篇文章 可能是有限制的 然后像微博 可能说一天发多少条没有限制 而且内容可能就是相对自由一点 然后这个对微博发布这个内容 可以是就是微信那边 发的正式文章可以转发 然后转发这个是通过 那个微博一个叫长文章的东西 还是说就是直接就是分享到微博里 然后微博对那个就是推特那边 就是Jankins官方推特那边 他那边发的需不需要就是进行同步 然后还有其他的或者说还是在那边 就是中文方面这边有自己的就是自创的这些东西 然后发布的这个形式 就是刚才说的是通过分享还是长文章 然后发布的时间频率就是说 咱们是多长时间发一条 还是说类似公众号那样是跟公众号同步的 还是说就是怎么说呢 这个还是大家讨论吧 然后还有就是微博自动化这个问题 我之前找过那个微博那个查件 那个赵老师已经认领了那个是吧 对 那个上次维护应该是13年的时候了 然后我不知道那个还能不能用我 我试了一下是不能用的 挺多接口都变了吧应该是 然后一个微博那边提供的接口 就是对发微博有关系的 一个是分享 还有一个就是长微博 只有这两个接口没有那些 就是正常的微博发送的 这个一个是维护已有的 或者说是在开发新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咱们发了一个微博之后 那个有粉丝去评论 咱们是怎么跟他互动 就是一个对评论的回复这一个 我主要想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其他人呢 我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我觉得 微博这个 一个是发内容的问题 我看杰克森在推特上发的话 他基本上也是发一个 我们有了文章了 我们干了什么事了 就说一句话那种 有文章的话加一个链接 或者干了什么事也是加个链接 基本上就是 短消息 类似短消息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这样去做 因为你要长 首先那个长 长微博的话 咱们已经有地方去能展示 已经有一个 给给配置的地方 可以有完整的文章内容 所以把链接练过去 我觉得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 然后 关于发布的时间和频率的问题的话 我看推特上的话 你发一篇文章 就他那个英文的博客上 发一篇博客 他就会 多一条内容出来 我怀疑他是自动的 但是 微博对短微博 就是144次 微博它没提供接口 咱们如果发短文章的话 只能通过人工的形式 它短的没有是吗 对 短的没有 只能分享是吗 对 只有分享和长微博的两个接口 分享是说 就是 点一个页面 有个按钮之类的 然后把它分享出去是吗 就是 点那个东西 我没具体测试过 我在 我自己的站接入 是点分享之后 直接就是用你的账号 去跳到分享那几面 然后点分享 然后自动画这个我没试过 嗯 点分享那个肯定是可以的 好多页面都是有那个分享的 那那可能还是需要调研一下去 我觉得发个短微博就可以了 暂时 然后 至今说的这个粉丝量 我觉得先可以把这个通道 咱们到时候申请下来的时候 先 先把它run起来 然后 然后 有几个管理员 嗯 然后去去互动的事 然后 如果能自动化的话 就 频率的问题就是这样 发一篇文章 就会自动的往 微博上 发发一个消息 我想说一下 嗯 就是说 他们之前说那个 认证的那个事情 我们不需要取得认证以后 才能运营 我们就是现在就可以直接申请个账号 开始运营 然后运营到 比如说一段时间之后 那边的证书下来以后 我们再去申请这个认证 这样也可以的 哦 就是说 微博会对名称 因为 微信公众号的时候 我当时申请 这个名称的时候 他就需要 一些资质 假设微博现在不需要的话 我觉得 可以先这么做 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嗯 不需要答案了 然后 但是这个 微信公众号也是 邮箱是用的 社区的邮箱 所以 我到时候弄 咱们弄一个社区的邮箱 然后 然后去弄 这样的话 就不会落到任何一个个人的头上 嗯 好 然后 那就咱们展店了 就这么去做 然后 呃 就是计划测一下 呃 怎么自动化的事 所以这个事就定了 嗯 嗯 然后就是微博这边 这边 这边 这个名字 已经有人注册过了 但是他这个 是大小写的 不知道这个大小写 微博这边区不区分 嗯 对这个名字的话 呃 是不是可以叫 这个中文社区 之类的 呃 我之前注册的那个 就是用的这个名字 然后如果我们新注册一个的话 我就把之前那个给腾出来 呃 那咱们就要 我想在这记一下啊 他能不能改邮箱呢 那个微信公众号是可以改邮箱的 邮箱好像是不能改 因为它是一个唯一的这个 相当于唯一的标识 我待会登上去看一下吧 哦 他有可能是可以 有的是可以转交那个管理权限的 哦 我试一下 那咱们叫JKS中文社区吗 这样 呃 对之前我的就是用的这个名字 OK 好 然后 那咱们就可以先先弄起来 然后我把邮箱 邮箱搞搞定以后 咱们就这样去运行起来 然后就看一下怎么能自动化的事 所以 呃 这个事定下来 然后加个comment 嗯 嗯 就运行起来 嗯 那么现在就是要确定一下他 呃 需不需要一个 不过你已经申请了 所以名称就不是问题了 对吧 呃 对当时那个名称是可以用的 OK 那就名称不是问题 没有关系 嗯 然后 我列了一下 好多社区他们的玩法的话 也会 往同步其他的地方去去发些东西 大家对这个事怎么看呢 就多个媒体的同步啊 什么的 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人来 变一某一块 目前我看到的有咱们现在有微信公众号 可能还有新浪微博 简书啊 知乎啊 脱调卖卖卖 就不一定要全懂 就是我就抛出一个问题来 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这个事 呃 我们还是优先选择有自动化接口的吧 嗯 可能简书那些什么的不一定有自动化的接口 但是知乎可能是有 呃 好像简书和 那什么都没有 因为简书 简书和知乎它好像 我看来还是都没有的 但我看了那谁 开源中国是有的 你们知道开源中国吗 呃 知道但是开源中国的 那个受众好像少一些吧 呃 它的量还还挺多的 就是 呃 反而我觉得 像那个简书和知乎上可能 呃 对 那量还挺多的 简书和知乎上可能对 咱们这种 呃 就是偏 呃 对 我们这个比较垂直的社区 对 垂直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 呃 至今觉得我们可以先去 去手工去试一试 是 有没有愿意去去牵头做一下这个事 嗯 就是量 因为咱们现在的微信公众号的文章的量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可以先 用手工试一试 然后 呃 就比微信公众号晚个一天两天甚至一个礼拜 都是可以的 但这样 不管怎么样这样的话会让更多人知道咱们 然后 呃 社区也会活起来 嗯 可以 OK 那就 至今 可以加上 相对简直来说 还是比较一个专注 那个技术的一个社区 呃 哪个 绝金 绝金是吧 嗯 对 这个 有 要有人去认邻吗 有的话就随时可以说一下 然后认了一下 简直 然后其实简直的话 我 简直好像好像是可以多个人去共同去维护的 我好像已经创建了一个叫专 它好像叫专题 我已经创建了个专题 然后那我可以把那个 专题的 权限了 就是 给至今给分享一下 嗯 咱们这些站就是同步微信公正号的那种 是吧 对 然后 我觉得还可以加一个csdn上去吧 给 咱们都列出来 然后 呃 现在有人去认邻就更好了 没有的话就 也可以先列出来 呃 东辉是吧 嗯 然后 咱们先这样就是说 呃 简直的话它就是专题 这个我知道 然后其他的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其他的调研好了之后 可以在咱们的gator上去同步一下信息 我觉得你先看一下 然后看看咱们到时候怎么怎么注册之类的 好吧 那其他的是如果还有的话就认了没有的话 咱们就往下一步去走 那个微博要是没人认了的话 就是我可以 周阳是吗 对 你可以写一下 你方便吗 行 然后那个微信公众号也一样 就是上一次那个 最近也发了一个申请去运营 然后我也把它放进去了 然后咱们是有一个 它也是在仓库里面记着的 我觉得其他的咱们也可以去按这种方式来走 就我希望咱们都都是比较公开的一些做法 这边有记录 这里面 或者咱们这个可以把它去再 再扩展一下 就记一下哪些人去 有哪些哪些社区的一些运营的权限 好 好 那咱们继续 行 然后 那可能都需要邮箱和手机号 现在这号 我看咱们怎么把这个手机和邮箱去弄一下 然后那个微微信公众号的话是用的 用的那个 是用的社区的一个邮箱 看到时候不行多申请几个邮箱来做这个事儿 下一个环节是中文社区就是咱们这个网站 现在我放了一些 vtup的活动 然后现在咱们就是 还没有实际的内容 然后另外一块我跟其他人交流 可能可能需要一些教程 就是说官方那些文档呢 还是比较偏简单 就看完之后大概可能知道有什么东西 然后教程还可能不是很全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把有一些东西用的很多的 或者说感兴趣的一些做一些教程上来 比如说可以把插件的教程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程 大家是给咱们看看 现在是有一个新同学上来吗 还是说改了名字了 有新同学的话就可以先介绍一下 请客到 对教程的 不一定是说就要在某个阶段去搞这些 我觉得是可以 怎么说呢 可以去想一下这个事 或者说已经有一些呢 可以收集起来都可以 但不管怎么着 这样的话 就比如说你自己在用KPAD插件的时候 可能也会遇到什么ker 我去尝试的写一下 我可以去尝试的搭一个架子 就是这个教程的样子 格式什么的 我现在应该是提了一个P2 就这个P2还没有完成 大家也可以一起做梦一下事 我们可以想一下这个页面上 可能需要有一些上一页下一页 或者目录之类的一些布局上的东西 然后这个计划管理的话 这有个Og 这Og里面的话有两个 有两个project 这两个project现在是有一个是翻译的 一个是 比较杂的一些事 比如说测插件啊 然后可能文章没有排序啊 有些是bug的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认领一下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认领一下 然后另外是翻译的 翻译现在已经完成了两 完成了 完成了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正在进行中 这边也列了一些 就这个文章的话 我觉得不一定要局限于 就是这个那个博客上的文章 就其他的一些 好的一些国外的网站上面 也有一些不错的 比如说我这列了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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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上还有好好的不错的文章 大家看见好的时候可以 遇到好的可以去推荐一下 把它列这 然后也可以加到这块去看 所以有时间就可以翻译一下 对 然后这个 issue的话 也可以去去练一点 像后面这几个的话 可能需要了解 Hugo这个 静态网站工具是怎么去用的 这个东西还是非常 非常实用和很强大的 可以去试着去调一下 学习一下 关于 关于 就这个网站 的事儿的话 咱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哈 没有哈 行 咱们定的action就是 关于其他的媒体的这话 去了解一下该怎么弄 然后 弄明白之后可以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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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有的可能是不绑定也行或者必须绑定的 所以最好是说有一个 哪个是必须要绑的呀 是吗 所以现在好多可能在国家要求必须得有实名了 嗯 要绑的话就是能 能通过邮箱找回密码的也行 所以这个 总之我觉得是一个原则 就是万一那个手机号有问题了 或者说 其他的情况呢 咱们这个还是可以 把这个运营的权限给拿回来的 主要是这么一个意思 请大家先下去看一下吧 好吧 如果 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今天的例会就到这儿了 好的 那个 嗯 现在抽时间参加咱们这个例会 然后 有什么想法可以随时沟通 或者说记到这个文档里面 统一沟通都可以 好的 那 谢谢大家 我先关了 嗯